70年代明星至今还在娱乐圈屈指可数,其中就有王志文,如今已经是52岁,也在娱乐圈打混了30年。 当年凭借方言一讲迅速火遍全国,长得可谓是十分普通,但是他凭着自身文采获得不少女生追求,也被称作为一代情省的王志文。 王志文的第一任女友是林芳斌,林芳斌是北京电影识院的学生,王志文比他小两届,王志文被林芳斌所吸引,对其展开追求知识,后来两人也在一起了,但是毕竟是出点,几乎没有走到最后的,两人还是分手了。 林芳斌在娱乐圈中,曾宏吉一时,他了解娱乐圈的诱惑,但他依旧能做到,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,不被金钱所左右,不为物质所困惑的时候,那真的是生活很高很高的一个境界了。 而他做到了,确实值得尊敬,不过重新露面的他,明显老了很多,早已不复当年的清纯美丽,但毕竟已经52岁了,老意见也很正常,而他那种面对名利,从容不破的态度,真的让人钦佩,在如今喧闹的娱乐圈,反而显得有了珍贵。 学范年轻时,王志文也有过一段非常轰动的爱情,当年王志文是中系的老师,学范是他的学生,两人在那个年代算是惊世骇书的师生恋,而现在正在播的一部电视剧《艺术桃花开丽》,王志文和学范居然正儿八经演了一对夫妻,那是出来北京的学范因为家里穷,显得很吐气,但人很不错,性格直爽,挺可。 1989年,学范终于成了王志文的正牌女友,相恋期间,两人经常在校园出双入队,而王志文更跑到女生宿舍里陪学范聊天,情农时两人甚至在校外租了一间房子同居,可惜好景不长,生活在一起的两人,慢慢的产生了一些矛盾,王志文要与学范分手,学范哭闹着不愿意分手。 据知情人透露,王志文还将石帆改出门外,把他的东西也扔到了外面,导致石帆伤心拒绝。 这个时候,一直二恋石帆的冯小刚才有了可乘之机,虽然两人相差了九岁,但是却十分留待了来,在大萨瓦相识后,两人感情迅速深温,并于1993年确定了恋爱关系。 也正是因为冯小刚的出现,让石帆走出来和王志文分手的痛苦之中,一个女人是否过得幸福? 一个很关键的原因,就在于能否找到一个好的男人,都说女人是冲出来的。 越宠越漂亮,石帆和林芳斌尽兆,曾经同为一个丑男先生,如今差距如此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